哈喽大家好我是菜菜 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要如何还币定值 前一阵子呢我朋友来我家找我 然后他看到了我的梅森罐呢是爆罐的情况 他感觉非常惊讶然后问了我说 为什么他种的绿花椰菜苗却是少少的 然后呢看起来收成不太好 甚至呢长得不是很好 他觉得说哎他的没有办法爆罐 那到底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我们仔细的询问一下他的种植环境 跟他的种植方法跟我的方式呢来做比较 发现呢可能是有一个关键的这个步骤呢 他跟我做的不一样 就是呢他没有还币定值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 要如何来还币定值 让你的绿花椰菜苗呢讲得更好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示范一下说 这个芽菜呢要如何还币定值 先以这个刚开始种的这个种子来示范 对环币定值呢就是让这个种子或芽菜呢 吸附在玻璃壁上 然后围绕一圈 那我们称它为还币定值 因为这时候呢是提供了这些芽菜 跟种子呢一个最佳的增长环境 那这个呢是种子的状态 我们先把剩余的水呢给倒掉 那倒掉之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种子呢 是不是很容易堆积在瓶口呢 这时候呢可以轻拍瓶声 然后呢藉由这个水呢 让这个种子很自然而然的呢 就会吸附在玻璃壁上了 然后接下来再把多余的水呢 再倒得更干净一点 如果你发现呢这个种子呢堆积在某一处 或者是呢堆积在瓶口了 我们可以拍打瓶声调整下它的 所在的位置 它会掉落 然后接着呢再旋转 这样子呢种子就吸附完毕 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我们的瓶水架上 好 这样子就是环璧定值了 有没有看清楚人呢 好那你会说 可是我的牙胎都已经开始长大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黏在玻璃壁上了 怎么办呢 这边呢也再示范一下 对像这个呢已经开始长大的芽菜 它确实没有办法回绕在这个玻璃壁上 那我们呢在浇完水之后 把水倒干净之后呢 我们要让这些芽菜跟种子平铺在这个 培生罐水瓶的情况下的下半部 看一下它是水瓶的 从瓶底到瓶口都是水瓶的摊开来 然后呢再小心轻放到你的沥水架上 看到没有 这样它就不会全部堆积在瓶口了 好那我们常常看到说 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它这样子 像这样子呢就是没有做到环璧定值 我们呢要把它铺平 对调整一下铺平 然后再摆上去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说 如果有没有环璧定值呢 所生长出来的芽菜的差异 像这边是比较蓬松的状态 而这边呢就是结成团 看没有它是刚好一团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 没有环璧定值的情况之下呢 这些芽菜都挤压在一起了 像这样子呢中心点的芽菜呢 就很容易种失败 然后呢同时呢它也会看起来 颜色呢是黄色或绿色是层次不齐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环璧定值的介绍 不知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那我再来做一次示范 当我们每一次清洗完 浇完水之后呢 要怎么样让这些种子环璧定值 我先来模拟浇水的情况 接下来呢就开始 再把剩下的水倒掉 平口处再稍微拍打一下 好啦这样子你学会了吗 希望呢对你有帮助 赶快学起来这个环璧定值的技巧 让你的绿花椰菜苗长得更好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其他种子上的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下次再见拜拜